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今天是代表博德開發 來這邊 針對我們的權利 做一個表述 事實上 這個案子 從98年6月15號 到100年8月23號 兩年的時間 被市府 以通知媒體的方式 把我們解約掉 這個過程 其實就進入爭議 爭議的過程中 合約有明文 先經過協商協調 不然再來還是仲裁 仲裁不行才是訴訟 但是呢 市政府始終捨盡求援 我們不斷的提出 協商協調的過程 市府一概拒絕 然後進入仲裁 現在說 地上權已經復銷 所以合約已經中止 事實上合約並沒有中止 可能外界都不知道 只接受市府這樣片面的訊息 而市府想使行政權的優勢 命令首屬的局處 全面配合審查 所以我們按照合約 未終止 未經法院裁定 而不斷地把所有的資料 繼續送市府來審查的過程 完全被拒絕 包括提出訴願 也全部被剝回 後來我們向內政部訴願 向行政法院訴訟 最近陸續判決下來 都是我們贏 所以這個案子 可以在這個時候做變更嗎 變更下去 將來整個合約判定 未終止的話 那一切變動之後的後果 誰來承受 如果有一天 這個案子是我們要繼續開發 那今天的變動 在未來如何善良 所以呢 因為這個訊息 我們都很低調 在進行法律的程序 從來沒有對外正式宣告過 但是呢市府一再對外宣稱 就是搞定了 然後呢 今天我們訪問大悟 原來之前為什麼 我們提出任何協商 甚至依合約提出展延 合約上面是可以展延三年 我們提出的過程 市府完全不理會 那原因就是今天所看到的 原來他早就計畫 早就計畫有政策變更 政策不是不能變更 好好的方向 但是你不能在中途政策變更的時候 把所有的政策推給博德 然後還要把我們 沒收我們的保證金 所有的租金 我們所投入的一切 全部變成是我們的罪過 那這樣的結果 你認為一個開發商 承受得了嗎 然後他還會默默的承受嗎 所以今天所有的變更 可能會埋下後續很多 更大的爭議 那我今天代表博德公司 來做這樣的陳述 請各位委員來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下面請李仁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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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